中正国小今年招收第一届体育班 由于目前距离最低招收人数15人 寒差5人 恐怕将无法开班 因此将在5月31号进行第二次的招生考试 欢迎就读新北市各公司立小学 四年级升五年级 对角力或是语求有兴趣的学生 踊跃的报名参加 相关的资讯请洽询学务处 中正国小角力队成立到现在 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 不过在全国性以及新北市的比赛当中 不管是团体或是个人赛 都拿下不少好成绩 为了让这些喜欢运动的孩子 可以进一步培养专长 中正国小今年首度成立体育班 欢迎对于角力 以及语求有兴趣的同学报名参加 学校为了发展孩子的多元智能 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孩子 有各式各样的兴趣 他能够去培养 那可以在小学这段快乐的黄金的时间 他能够多方的去培养自己的兴趣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只要对体育 语求跟角力 有兴趣的孩子 都欢迎大家来报名 我们这个体育班 这次体育班预计招收15名以上的学生 不过经过第一次考试 目前只招收到10名学生 中正国小学务处表示 因为是第一届招生宣传不足的缘故 所以将在5月31号开放第2次的考试 希望只要是在新北市各公司立国小就读 今年将由四年级升五年级的同学 都可以踊跃报名 最主要是激励我们的孩子 就是说除了能够学习运动的技能之外 他能够兼顾 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呢 之前台师大的一个研究 其实也让我们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也会发现那个研究里面呢 他告诉我们 那个体势能好的孩子 那基本上呢 他的各项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好的 有兴趣的家长欢迎向中正国小学务处报名或洽询 简章以及相关的资讯 可以上中正国小网站查询 继续成品这门奇艺新店采访报道 有兴趣的一个研究